繼續關心的是 加吉市黑金堂的事實 將汽車電視到每年的關檔 這是一場累積多年的 技術能量的典型 跟王文吉的標示 它是第一代的祖川的事實實實實 而且加吉市還是台灣 第一代中總統的技術 放在兜費的下期 在黑金堂的事實實 經歷十幾年 讓祖川的事實實實實實 是大電創意的能量 加吉市黑金堂 利用鐵路營地村口 改變新能量 搭造新技術村 提供技術家的申請 作為創造的新天地 第一代祖川技術家王文吉 當年依靠文化教能量 有雕塑加吉市個輸 台灣第一類 加總統的技術 放在兜費裡面 加吉市是第一類生市 它在昨天利用大部材 他做一座超大型的總統的技術 有但建築頂頂十名的技術家 作為開啟加吉市總統的技術一方 因為早期我在嘉義鐵道藝術村 是第一個租村的藝術家 我在五號艙那個地方 其實當初我很喜歡鐵道的質感 做一個審思 就是在公共空間裡面 為什麼不放藝術品 為什麼放一些社團的標誌 讓大家會有一個很好的 思考的方向 後來第二年效果應該是不錯 可是那時候的局長很有勇氣 他還被那個 被那個市議員請去那個市議會 信了一頓 可是第二年他跟我講說 我們再來玩一個好玩的 就是對嘉義有幫助了 那時候我提了一個 台灣裝置藝術展 那這個展覽我覺得 對台灣的 整個裝置是一個 剛開始的一個企劃 因為在新北市他們有做一個 台灣有做裝置展 可是他們是放在那個 淡水河旁邊 那第一 台灣唯一第一個把裝置放在 那個都會裡面是我們嘉義士 我這個在台灣的一個美術來講 很重要的一個點 當初我們的請 有五位很棒的一些藝術家 還有五位是那個 我們邀請過來的 就是有五位是嘉義級的 有五位是在台灣很佛藥的藝術家 我們有十間作品 像羅順浩先生他把那個鐵道 那個火車站 把那個火車站變成總統府 那我的作品是在那個 那個山池那個地方 三地的地方 把鐵很大 插起來 那時候做得很過癮 就是那時候 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 就是有這個台灣裝置展 那可以發揮變成很大的一些作品 那當初很感動 就是看到很多 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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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小孩 甚至於學校 都會來這邊那個寫報告這樣 那那個其實我覺得 當初還蠻瘋動的 那從那個地方開始 我就開始做大型的裝置 嘉義級的藝術家 會成長能量發揮創意 黑金端藝術家 會跟鐵建築大作 佔起了金閣場面 也會有圓心 在這個圍面 主要在強調 我們就要回到赤子之心 來看世界 在中間的山 就是都有一個向上 提升 向上 展現力量 能量 這種未來的希望 這種感覺 在裡面有一些 椅子 有一些小的人 就是人和主人 對比起來的人 就是很渺小的 在這個椅子 白色的椅子 就是一個位置 每一個人都在找 求一個自己的圍地 在上面有小小的 那些人在那裡 所以上面有 這個表示 我們人都在追求 我們自己沒辦法 去刺激的一個世界 在人的社會裡面 有這個圍地 尤其到一個關圍的時候 我們人本身 我們是比較渺小 那些渺小在那裡 一個關圍 我們還要一個 椅子的椅子 我們是很渺小的 是位置讓我們偉大 所以要做一個 圍地的需要 就是在 競逼 知道自己的渺小 還要更多人 更多 不一樣的人材 一起圍著 我們這個圍地 來做事情 對大家 都比較有幫忙 健康醫療 歐金端技術者 尼多大電 邀請20位技術家參電 都是新出格 歷介生元 看法世界的組合 典型、團型、媒露 歡迎民眾 全都欣賞 最近新聞 蔡米棟 家紀七 蔡鳳報道